你知道隨便在廟裡做法,可能會被抓去關嗎? 11月底,台南的西羅殿 廟方在清理天宮爐的時候,發現香爐裡面 竟然莫名其妙被買了一隻生雞腿 挖出雞腿的廟方氣氣氣,因為生肉 不僅可能會發臭,造成衛生問題 這麼做也是對於神明的大不盡,有毀損廟域的嫌疑 警方釣用監視器之後,發現史書俑者 是一名30歲的台中男子,他買了雞腿之後 還疑似在香爐上噴灑了米酒,整套程序像是在做法 消息一出,有民俗學家就解釋 在香爐裡面,埋生雞腿是降服的一種 可以用來破壞神威,而撒米酒則是在加速為例 那麼,神威被破壞會怎麼樣呢? 神明的部分我們不太清楚 但我們知道,最後這名嫌犯 被警方依照刑法第264條 公然侮辱譚妙的罪名逮捕了